这六枚五帝的除戒之中,其他的东西都没有,倒是上品真实有一堆,足足有八千万的上品真实,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在雷霆海之中独有的雷鲸,不过数量并不多,最让秦晨吃惊的是,这领头盗匪的除戒之中,居然还有许多的灵药和丹药。 这些丹药和灵药的数量很多,绝对超过了正常五帝携带的数量,不知道是对方从哪里抢来的还是走私来的,可以说这些材料让秦晨小小地发了一笔。 当然,秦晨连飘渺宫的圣药园都半空了,后来又夺走了整个天地山的和墨家的宝物,对这些材料倒是没特别地放在心上。 一路继续赶路,数天之后,一片辽阔的城池出现在了秦晨的面前,正是雷州境内最为庞大的城池,也是最靠近雷霆之海中心城池——天雷城。 搜地下,秦晨竖地落在了天雷城的城前,一股淡淡的血腥气息立即就冲入到了他的鼻孔。 嗯,这里似乎发生过战斗,应该是在数天前吧。 秦晨只是扫过了一眼,就发现这里应该是发生过战斗的。 果然是天雷城。 虽然秦晨今生是第一次来到天雷城,但是他前世却来过这里一次。 自然知道天雷城虽然是雷州最大的城池,但同样的也是混乱无比。 根本就无法和其他州的中心城池相比。 这就是雷州境内,最大的城池——天雷城。 此时的姬如月和幽千雪也站在了秦晨的身边,有些意外地说道。 眼前这地方真的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庞大的城池,几乎没有城墙,仿佛只是在一片荒野上建立起了一座集市而已。 而且,里面的建筑看起来十分的残破,像是经历了无数年的风化一般,伤痕累来,有一种苍凉感。 这样的城池,会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天雷城吗? 呵呵呵呵呵,你们可别小看了这天雷城啊。 这天雷城之所以如此残破,只不过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而已。 但是,因为靠着雷霆之海,这天雷城中的强者绝对比大陆任何地方的都只多不少,不容小觑啊。 傅乾坤严肃地说了,这么厉害? 姬如月和妖千雪都有些吃惊,这个残破的城池中会有那么多强者吗? 傅乾坤解释道,其实这很正常。 第一,雷霆之海是武裕最顶级的禁地之一,虽然不清楚究竟是如何形成的,但传闻其来历和传说中的天界有关。 第二,雷霆之海相比武裕其他顶级禁地如死亡峡谷、神之禁地等,他最核心处虽然极其的危险,从未有人到过,但是其外围却相对安全。 进入之后能够淬炼肉身,是武裕无数的武者圣地。 傅乾坤对天雷城还是很了解的,甚至他自己也曾来到过两次,进行过肉身的淬炼。 姬如月和妖千雪都有些恍然,若是如此,那还真的有可能,毕竟武裕之中任何能够淬炼肉体的地方都是珍惜不已。 或许在突破五地之前,很多人对肉身都不会很重视,只能看重修为。 但是,等到突破五地之后,很多人对规则的掌握到一定程度之后,就会很难再有进步了。 这一卡便是数年,十数年,甚至数十年。 而陷入到平静的强者们,会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方面提升自己的实力,想要获得一丝的机遇。 而这天雷城自然是个极佳之地。 几乎绝大多数五地强者,在修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,都会来着雷霆之海一趟。 相比而言,死亡峡谷、神尽之地那种地方危机重重,连巅峰五地一不小心都很容易陨落,一切只看运气。 那种地方虽然明气更大,但赶去的人反而更少。 秦晨一行人刚落下,立即就有一群人围了上来,纷纷向秦晨他们兜售自己的地图、预见、消息什么的。 我们不需要,诸位都让一下吧。 秦晨和傅乾坤根本就没有搭理这些外面兜售的舞者,直接朝着天雷城中走去。 秦晨,我们来这里不是买地图的吗?为什么不向外面那些人购买? 牛千雪疑惑道,他记得秦晨说过,他们之所以先来天雷城,就是为了购买雷霆之海中新的地图的。 地图这种东西是最没有含金量的,但是也是最有含金量的。 秦晨笑了一下。 那些在外面兜售的地图和消息,手中地图和消息应该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地图和消息,可以说人人都知道的那种。 可真正标记了一些新的危险之地的地图和消息,只有去天雷城中的一些顶级商会或者是组织才能购买到。 秦晨给幽千雪和姬如月解释,同事道,你们在这里切记要注意一些,千万不要落财,天雷城这种地方很是混乱,一旦被人盯上,就会有数不清的麻烦。 天雷城虽然很少参与大陆各大势力中的争斗,但是其本身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。 因为这里的强者太多了,也导致有很多的势力在这里扎根。 虽然在外界不显,但是这天雷城的一幕三分地上,他们就是王,甚至可以不鸟任何的势力。 幽千雪他们不能一直待在乾坤造化玉碟中,所以秦晨将他们放了出来,但是必要的提醒还是有的,以免两人莫名其妙地被人盯上了。 虽然四人都已经改变了容貌和模样,但是还是得小心一些。 至于傅乾坤,秦晨倒是一点都不担心,这老东西的经验甚至比自己还要丰富。 幽千雪他们立即点点头,四人走入天雷城中后,幽千雪和姬如月立即就被四周来来往往的行人给惊到了。 这里来往的舞者非常多,一些舞者身上还带有血腥的味道,表情都很是很利,好像整个雷州之人都是这样,十分的雄悍。 这种杀伐的气息比舞狱任何一个州的人都要浓烈。 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。 秦晨开口说道,就在他们刚准备细细查看一下的时候,身边正好走过了一群人。 领头的是一名鹰眼舞者,巅峰武皇修为,在他的身边还跟着两名女子。 而那两名女子似乎是一主一仆,后面的那名女子呢,是宫紧地低头搀扶着前面那名女子。 那名被搀扶的女子都已经是中期武皇的修为了,这样的修为被人扶住,显然只是为了以示高贵罢了。 而那仆人的修为也不低,竟然也有初期武皇的修为。 这种组合给人的感觉很是奇怪。 中期武皇修为虽然比初期武皇修为要高一些,但是应该还不至于强盗让另一个人给他当奴仆的地步。 所以秦晨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 这一看,秦晨的目光一瞬间呆滞了,仿佛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。 一般,目光陡然一鸣。 陈尚,你怎么了? 优千雪看到了秦晨的表情之后,顿时有些意外。 而傅贤坤也古怪地看了过来,因为他发现秦晨的状态有些不对劲。 那阴眼无者和女子看到了秦晨盯着他们,顿时冷冷地反看了回来,还声道。 你盯着我夫人看什么看? 幽千雪和姬如月也觉得有些古怪,秦晨看人的目光的确有些太弱。 不过他们却能看出了,秦晨盯着的气势并不是那阴眼无者的夫人,而是他那身边的仆人。 怎么,难道我们看不得吗? 我们看哪里? 你们还想管呢? 傅贤坤冷哼一声,这阴眼无者也太霸道了。 那阴眼无者谋中闪过了一丝狠力。 但是,他扫了一眼傅贤坤后,似乎感觉到了傅贤坤不好惹,倒也没有继续开口,只是转身就要走。 就在三人直接要离去的时候,秦晨忽然冷冷道道,等一等。 那阴眼无者听到秦晨的话,身上的气势陡然暴涨。 他冷冷地盯着秦晨,说道, 怎么,莫非你还要拦住我阴徒不成? 年轻人,这里是天雷城,别给自己找麻烦。 幽谦学几个人也都疑惑地看着秦晨,因为他们都知道秦晨不是那种莽撞的人。 可现在的秦晨做的事情,却让他们感到了疑惑。 陈少,这是怎么了呀? 而且,他们太了解秦晨了,从秦晨的声音中,甚至隐隐听到了一丝的激动。 秦晨也没有回他那阴眼无者,只是看着那一名女仆模样的女子说道, 你,是夏无柔? 那名身穿蓝裙的女仆浑身一抖,立即就抬起头来。 他随即看见了秦晨,发现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之后, 眼神中有着疑惑和惶恐,显然是没有认出来秦晨的模样,顿时有些恐惧的。 你认错人了? 果然是夏无柔,秦晨绝对想不到百朝之地大夏王朝的公主夏无柔会出现在这里。 她顿时有些激动的,夏无柔,你怎么会在这里啊? 她能不激动? 夏无柔当初和她一起闯荡过黑死沼泽,并且还曾一同进入过天魔秘境。 在百朝之地的时候关系也不错,记得后来也加入到了陈帝阁呀。 她是夏无柔? 幽谦雪也吃了一惊,急忙地看向了前方。 她也是认识夏无柔的,可面前那个女子容貌已经被破坏,甚至还有一些伤疤,显得有些丑陋,根本就看不出本来的面目。 但是幽谦雪相信,秦晨是绝对不会认错人的。 所以,她顿时震惊地说道, 夏无柔,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了? 你叫夏无柔? 你不是说,你叫窦斯洛吗? 你之前是在骗我们? 那主人模样的女子顿时露出了一丝冷力之色,冷冷说道。 不,不是的小姐,是她们认错人了? 那蓝群女仆神情更加惶惶,急忙否认,而后对着秦晨她们呢。 不好意思,你们真的是认错人了? 她声音竭力保持镇定,但是她的眼神和身体语言, 还是出卖了,秦晨自然也知道自己不会认错, 她看人看的绝对不是容貌,而是气息。 面前这个人的气息绝对是夏无柔,容貌可以变, 但是一个人的灵魂气息是不会变的。 可是为什么她会不承认呢? 突然间,秦晨猛地反应过来, 现在自己和幽千雪都改变了模样,根本不是原来的模样。 夏无柔根本不认识自己和幽千雪, 怎么可能会认出来,所以才会急着狡辩的。 夏无柔,你看看我是谁? 秦晨立即变化了表情, 这个时候,她也顾不得暴露自己了, 因为她心中太多的疑惑。 当秦晨露出了真实面目的时候, 夏无柔浑身一颤,顿时惊声道。 新歌主? 哦,看来你们还真的认识, 还是什么歌主? 那女子冷冷看了秦晨一眼, 又冷冷地看了一眼夏无柔,冷笑了。 藏头露尾,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啪了一下,她顿时狠狠地给了夏无柔一个巴掌, 抽得夏无柔嘴角都溢出了鲜血了。 我回去之后,倒是要让父亲查一查, 你们这几个家伙到底什么来源? 她这一巴掌,顿时抽得夏无柔脸通红起来, 心中惶恐颤抖。 走了,再废话一句, 我就把你剁了,去为血枯嘛。 那被夏无柔服侍的女子, 接着又冷哼了一声。 是。 夏无柔的惊喜,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, 立即再次低头惶恐地回答她。 秦晨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升了下来。 夏无柔是她陈地阁的人, 竟然沦落到了这等地步, 别人在她的面前打夏无柔的脸, 而且眼前的情景夏无柔甚至连一个女必都不如, 她不等几个人走, 身心一闪, 顿时拦在了几个人的面前。 你想干什么? 那阴野舞者忽然上前, 已经寄出了宝兵, 是义兵日月双钩, 顶级的黄兵。 秦晨都懒得理会她, 忽然向前一步踏出, 伸手就从那中旗武皇女子身边拉过了夏无柔, 愣声道, 要打就打, 少说废话。 那武皇中旗女子, 骇然地看着秦晨, 刚才秦晨从她身边把夏无柔拉走, 她竟然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。 你找死! 那叫鹰途的鹰眼无者身上泛起了阵阵杀意, 手中的日月双钩也被击得嗡嗡作响。 可是秦晨却发现她的声势很大, 却并没有真正的动手。 她声势更多的是在压迫秦晨, 可是她显然高估了自己了, 秦晨在此的声势下纹丝不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